大家好 今天中共两任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 同时被官方正式的宣布开除党籍 并且移送军事的司法机关就要起诉了 就意味着此前高悬的几只靴子 现在已经有两只是正式的落地 而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官方发布的通报呢 就会发现其中是暗藏了不少机关 不少玄机的是埋下了伏笔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 依然还在持续的进行之中 那么他都有暗藏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呢 他又为谁埋下了伏笔呢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的贴身的亲信 叫做这个中绍军 据说是在军中的相当于是监军这样一个角色 中央军委的办公厅主任 突然他出现了一个神秘消失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怎么回事呢 干净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愿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来讨论 李尚福和魏凤和开除党籍的这个官方通报 这两份通报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在于 他并非是句号而是逗号 也就是说两个人的案子呢 其实还有更复杂更惊人的内情 没有被披露出来 而且很可能他会牵扯出级别更高的军方的大员 这个首当其送可能被牵连出来的军方的大员 就是现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现在看这个通报啊 李尉这两个人的通报呢 他们都不长 而且这个罪行描述用语等等 你看上去都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这两个人呢 前后是相继都担任了国防部长 对吧 就是职务他们是相通的 而且两人都是在今天的政治局的会议上 才被决定说开除他们的党籍 并且立即就同时公布出来 这样一来 他就释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就是李尚福和魏凤和这两者的案子 他们其实是有密切联系的 他们并不是分开的孤案 而是串联在一起的窝案 两个人主要的犯罪情节 很有可能也都是互相联通的 所以当局才刻意的把这两人 同时拿来处理 并且同时宣布出来 这个其实它是中共一贯的一种手法了 也是这两份通报 他们所隐藏的第一大关键的信息 那么如此一来 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点 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人的通报 来做一个对比的查看 看看其中 究竟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剩下的信息呢 首先根据这份通报 就说李尚福是在2023年的 8月31号由这个军纪委监委 正式的立案审查调查 它的源头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是根据军委纪委 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也就是说呢 李尚福是在这个军纪委 在查其他案子的时候 被其他人供出来的 而魏凤和呢 根据这个通报说 是在2023年的9月21号 被正式的立案调查 就比李尚福晚了三个星期 而且他出事的缘由 根据通报说法和李尚福是一样的 说也是在查案中发现了问题线索 被弄出来了 所以既然刚才我们说了 他们这两个人的案件是联通的 我们就完全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 就是说李尚福出事在先呢 很有可能是查这个火箭军的案子 把它给供出来的 而李尚福抵抗了不到三周的时间 终于是扛不住了 然后他供出了魏凤和 这个时候看到这两份通报 隐藏的第二大关键的信息 一前一后 那么现在我们对比一下 李尉这两人的罪行描述的部分呢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这两人的罪状看上去 其实都不算严重的 比如说在政治罪名的部分的描述 他们几乎是一样的 都是这么一句话 说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唯一有点不同是什么 就是李尚福呢是说 他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而魏凤和的说法呢 则是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就是少了本人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而在接下来的刑事罪状方面呢 说李尚福就涉嫌是受贿罪和行贿罪 其实是两个罪名 而魏凤和呢就只有受贿罪 没有行贿罪 这个是这两人明确的被公布出来的罪名 那么这个其实就告诉了我们 李尚福呢 他是涉嫌买官卖官 而魏凤和可能只是涉嫌卖官 然后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其实就是卖官嘛 说白了 李尚福这个国防部长这个职务 极有可能他都是花大价钱 行贿了某位高层所买来的 就为他本人去谋取了人事利益 对吧 这个说法很文雅 那么这样某个 这样一来就是这个某高层 他是否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魏凤和呢 因为魏凤和他只是卖官嘛 毕竟说魏凤和他就是李尚福的前任国防部长嘛 其实我个人看法呢 应该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体制一个常识 就是说国防部长 他是要进入中央军委 成为这个中央军委的委员的 他其实属于副国级 那么他其实就只能够由军委 中央军委的主席或者是副主席 就是更高级别来提名 或者是最终的这个拍板 那么众所周知呢 李尚福呢 他曾经是张又霞的亲信下属 在2014年 当时李尚福是首次以中共军方总装备部的副部长的身份 来公开亮相的时候呢 当时的部长就是张又霞 他是他的副手 到2017年9月 那么李尚福就正式的接替张又霞成为 中共的这个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而习近平和张又霞之间的密切关系 也是众所周知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呢 在战争年代同属中共党内的同一个派系 可以说是战友 两家而且是世交了 所以呢 李尚福他要想行贿买官 他最合适的对象 几乎就锁定了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这是这两份通报 我们看到隐藏的第三个关键的信息 呼之欲出了 现在对张又霞来说 此外呢 我们看到李卫这两人的通报 他都有相同的一句描述 是这么说的 说在审查调查中 还发现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那么这个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这两个人的案子 他们只是逗号而不是句号的原因 很显然就是说 他们的案子呢 远不止说行贿受贿这么简单 李尚福的这个政治罪名的判词 我们看到他是这么说的 说他叫做 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其行为辜负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 而魏凤和的判词呢 他是这样写的说 叫做信仰坍塌 忠诚失节 其行为辜负党中央 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 有一点区别 那么大家想想 说到这个初心使命 习近平反复挂在嘴上的初心使命 是指什么呢 他不就是那个所谓的伟大复兴吗 而习近平他的伟大复兴的 蓝图的头号目标是什么 当然就是统一台湾 所以呢 说这个李尚福背弃初心使命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暗示这一点 就李尚福很有可能 就是在武统台湾这个问题上 和习近平不同调 因为李尚福他是装备部的部长 他又是航天系统出身 他对中共那些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或者是导弹等等这些系统的底细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呢就说李尚福呢 我觉得他可能并没有背叛习近平的问题 但是呢他存在着反对习近平的大政方针的问题 而魏凤和和他不一样 有所不同 他的叛词是这么写的 说他指控是忠诚师节 那就是说他存在着明显的改换门庭 背叛不忠的问题对吧 所以你看到他们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呢我觉得在现在的习近平的眼中啊 这二者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像当年毛泽东手下的彭德怀对吧 严格说其实彭德怀他并没有对毛泽东本人不忠 背叛他想要谋反是吧 但是其实他是反对毛泽东的政策的 那最后他照样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一个首领 对吧 也就是说反习派反习的焦点呢 他就是从反对习近平他的清零政策 或者说反对习近平武力攻台的政策来入手的 他自然就和习派内部这些不同意习近平的政策的一些高官 他们可能发生了这种共鸣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我觉得当前中共的军界反对习近平最大的一个焦点 其实就是武统台湾的问题 我们看到从刘亚洲到李尚福 从火箭军到装备部 都是从这个问题发端并且发酵出来的 也就是说啊 李尚福 魏凤和他们两人的这个 其他重大违纪违法线索 是习近平所埋下的一根伏笔 这个就等于告诉了我们 他们俩落马的真正的原因 并不是什么行贿受贿啦 你说行贿受贿 捞点钱 这个在当下的中共体制之内 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而是有更严重的 他不方便公开的原因 那自然就是政治原因 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两份通报中 隐藏的第四大的关键信息 其实啊 我们从这两个人通报的定性的判词来看 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李尉这两个人的案件定性的判词 他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叫做三级一特别 什么意思啊 就是叫做给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 造成极大损害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 这就是三级 还有一个危害特别巨大 所以叫做三级一特别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定性的判词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 如果说我们回头过去看看前边啊 对李尉这两个人的政治罪性的描述 就只有一句话说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定性和后面这个三级一特别的 非常恶劣严重的定性 明显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吧 他们最后能够得到如此严厉的定性呢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他们卷入了 比什么这个没有从严治党 这种更加严重得多的事件 比如说火箭军的泄密的事件呢 或者说跟江派这些反习势力 去遥相呼应 互相之间有河流啦 等等这一项的现象 或者是行为 对吧 我们下面呢 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就是说李尚福和魏凤和 他们这个通报呢 在这个时候选择来把它公布出来 当然首先第一个原因是要走程序 因为在今天呢 就是中共当局是同时又公布了 举行三中全会的一个准确的日期 正式公布出来是7月15号到18号 那么李尚福他这个中央委员的职务 他是必须在三中全会要宣布拿下来的 所以他就必须要提前把它给双开 开除他党籍 其次呢 这两份通报其实无疑是埋下了 针对张又霞的一个伏笔 可以说对张又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和敲打 说到这儿我们就在说说这个简单说张又霞呀 两天前的25号张又霞出了露面了 他在北京呢是会见了来访的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大臣 叫做哈利德本萨勒曼 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张又霞最新出来现身的 最近时间的报道就是两天前 可能有的朋友就会疑问了 说你之前不是有独家爆料吗 你说这个张又霞是被内控的吗 你看他现在不是怎么又出来了 其实呢 我对自己的这个信息源 我是比较信赖他的可靠性的 那么这里我觉得关于这个内控 这个词的含义需要和大家来解说一下 中共他的内部控制呢 他往往其实意味着两层含义 第一呢就是这个人被剥夺了实权 只是挂个名了 第二一层含义就是他的行动 他的通讯 包括他与任何人的接触 都是受到严格限制 甚至受到24小时的严密监控的 也就是说这种状态呢 他和那种被正式宣布说关押调查了 还不一样 他是在某种需要的情况之下 可能还会安排他在公开场合出来露个面 或者说在外交场合出来露个面 大家记得当年徐才后 他被宣布调查的也就是几天前 他都还被允许公开的出来露面 去了一个地方去参观 是吧 营造了一种说一切正常的假象 所以呢 现在张又霞出来偶尔的露面一下 我觉得完全不足以证明说 他就是安然无事 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个结论就是他是被内部控制的 最后呢还有一点 其实也是比较重要 是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的 就是当局现在公开宣布 双开了李尚福和魏凤和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落马大员 就是前外交部长秦刚 依然是神秘的隐身 没有看到半点的动静 秦刚他也是中央委员 在此之前秦刚只是被官方宣布说 解除了他的国务委员的职务 中央委员这个名头意愿是在的 而且至今都没有宣布秦刚说 开除他的党籍 而我们也都知道说秦刚是在 这个去年的六月份出事的 他比李尚福还要早两个月呢 那么他的中央委员的职务 其实同样是需要在这个三中全会上 来走完整个程序的 所以呢 比他后调查的人 两个人都已经被开除党籍了 那么秦刚这次 他却没有被一起来宣布说开除党籍 他是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 说秦刚已经死亡的 此前那个传闻或者说一些报道呢 对吧 我们就不妨拭目以待了